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奇 预计在25号要率团到中国去访问了 强调是代表党缓和两岸紧张的关系 但是对此党中央先前完全不知情 根据了解傅昆奇是在17号的中常会后 才向朱立伦来报告 而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更是在今天再次飞往中国 现在党中央和傅昆奇 似乎都想要争抢国民党对中国的话语权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奇 和同党立委林思敏交头接二 到底在谈什么 是在讨论4月25号的访中行吗 只不过这次傅昆奇率团到中国访问 还没出行就能秀出党中央和傅昆奇之间的 浓浓活药味 这个行程是傅总召个人规划的安排 到底有机会会见谁做什么样的交流 其实目前党中央其实不完全清楚 我是上个星期站在这边才听各位媒体听说的 赖总统还没有上任之前 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在野党能够来加把劲 把这些问题能够尽快来推动 能够走向缓和 傅昆奇喊出是代表国民党到中国访问 但文创会主委李燕秀 却公开说上周才辗转得知 而据了解傅昆奇是在17号中场会后 才向朱立伦报告 但傅昆奇这方则说早就已经通知朱立伦 双方说法完全不一致 这准成常会之后才去找主席讲 面对提问傅昆奇不发抑郁 不过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18号飞往中国 抢先傅昆奇出放 有争抢国民党对中国主导权的意味 这次很单纯就是参加这样一个文化活动 在浙江绍兴 然后接着就跟浙江方面的台商 大家有一个座谈 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一定他现在的一个表现 让国民党的党中央感受到 很大的一个压力 立法院党团跟党中央的一个不同调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充满着斗争的痕迹 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党团 双方各有说法 傅昆奇强调代表党团 和政策会在对中国关系上 国民党内不同山头都紧抓话语权 记得欧阳万一的台北相报报导 继续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昨天跟国民党议会党团 说明重大议案的时候 却遭到自家的议员们开炮 痛批这个第二预备金的运用 应该要花在像是地震等紧急状况上 议员们质疑 现在许多动用到二倍金的许多项目 其实都是日常公务预算就能解决的 市府局处不应该把二倍金 当成自己的零用金随便挪用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出席里长座谈会 和大安区里长们面对面交流 前一天蒋万安到国民党 北市议会党团说明重大议案时 对于市府第二预备金的运用 却遭到同党议员的炮轰 总共大概有八项 我觉得在说明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下 我看起来他是感觉上是不符的 U派不是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吗 那很多年那你这个都按照每一年的预算 你都照计划你都必须要编列 这就应该是回归到所谓的公务预算 台北市医院汪志斌拿出审核预算表 说明第二预备金的运用 应该要使用再向发生403大地震灾损 等等的临时计划上 而不是花在日常编列公务预算 就能解决的事情 费金的使用上面 你不是很坚准 或者是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来的话 那这样子会就影响我们审查预算 可是现在的二倍金都变成 好像是在补他们的窟窿 二倍金变成他们的方便钱 就不用再寻预算程序 直接跟市场手伸出来 就是请给我二倍金 那这个是完全违反二倍金 当时的编列的这个目的 国民党议员会这么炮声隆隆 就是因为蒋世福计划 花到二倍金的竟然包括 客委会客与辅助教材动画 公务员处的儿童游戏场修缮 还有行人友善安全计划 连网球中心都动用到 二倍金一千八百万元 这些都应该编列在一般公务预算 被自家人质疑真的太low了 我想对于议员的指教 我也特别要求局数提供 不管是预算编列 或是二倍金动支 跟相继的资料给议员 国民党北市议员 对于自家市长的预算不买单 也凸显蒋世福团队得再上井罚条 记者迪洛同林俊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